小宝 你要不要玩捉迷藏呀 好呀 你来找我呀 好 你想离我在这儿 怎么样 监控拍到小宝去哪儿了吗 小宝 好 继续找 都怪我 是我非要跟小宝玩捉迷藏的 楼下没有小宝的出入记录 肯定还在公司里 周总 我刚刚听到有小孩在餐库里面哭 小宝可能在那儿 小宝 小宝 林小棠 这仓库门的钥匙 不是你一直在保管吗 是在我这儿 行了 怪我钥匙呢 你们让开 你们还害我爸爸 小宝 多怪小姨没有找到你 是个意外 你不用自责 周总 我看这就是林小棠的错 是他非要和小宝玩这破游戏 也是他把钥匙给丢了 说不定就是他把小宝锁进去的呢 周总 对不起 我愿意接受公司的任何处罚 你也是 你这个坏女人把我说起来的 小朋友撒谎可是要扮长鼻子的哟 我在里面听到你鞋子的声音了 小宝 这小孩的话可不能信呢 他才六岁 他有什么好撒谎的 周总 我刚拿到监控室的视频 是李莹莹把小宝锁在仓库里面的 为什么 不是我 李莹莹 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 莹莹 你为什么要把小宝锁在仓库里啊 听秘书 全公司通报他的行为 然后 你故意接近这小孩 不就是想让周总喜欢你吗 我 我怎么可能会喜欢周总呢 我都跟你说了 周总是我的大赖神 小宝是他亲弟弟 还在耍我是吧 李小棠 我郑重地告诉你一次 我不是小宝的亲哥哥 我也不是你什么外手 啊 那你是表哥 我和小宝家只是邻居关系 我只是帮忙带小宝而已 什么 救命啊 好尴尬啊 我能不能原地消失啊 李莹莹 不管我和小狼是什么关系 你都不该对一个孩子用这种手段 所以你现在可以回家了 周总 我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周总 周总求你了 所以 你那天在楼下 想对我说什么 就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如果我说我什么事都可以答应你 好 我想说我喜欢你 送我男朋友吧 爷爷爷 我又小姨父了 哥哥你快去追 好 哥哥现在就去 再见